这群人奉皇上之命寻找一种泉水 可被困在东海饿了快半个月了 如今他们甚至想吃同伴 天无绝人之路 众人被冲到岸边 一男子发现个螃蟹 刚想开吃 突然 成百上千的螃蟹追了上来 好在他们躲在了一所丛林中 本以为事情即将结束 但他们却不知 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千年蛟龙神秘野人传说中的蛟人 接踵而至的向他们袭来 那接下来大家将如何面对 所谓的泉水到底有着什么作用呢 我们一起往下看 话说大半夜也不知道搁哪 一会人马在地图上不知研究啥呢 看架势在海上没少折腾 此时一壮汉闯了进来 多多不如把这丝吃的 到时再敞开这找得了 眼看李公公答应了 手下赵四尔强戏了 各种罪名人全扣来扶着头上了 刚打算动手时 突然被人拦下 你们压的是禽兽咋的 这是鸟粪中发现的种子 可见方圆百里必有海岛 到时定能找到吃屎 撞下鸡眼了 你美的老子干事 插个卵的嘴啊 说完便立即动手 七人见状也纷纷如同 好歹眼裂这个武功高强 硬生生扛了下来 李公公笑了 一年前你们锦衣未杀了 王太尉一家八十口 说起禽兽咋家哪干和严大人比啊 外边这头啊 一小哥貌似发现了什么 下一秒轮船剧烈晃动 只见条蛟龙破水升空 嗷嗷嗷的嘶吼着 随后便把船撕不烂了啊 这炎烈落入水中 与其余人马分散 这个结果眼哪还管他死活啊 李公下令把船开走啊 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 你这话都说呢 也没招了 无奈开船离开了此地 炎烈沉入了大海 谁知蛟龙找了上来 本以为要玩毒的了 一个美人鱼出现在面前 二话不说就飙了个海豚鱼 把炎烈给整猛逼了啊 这蛟龙受不了 无奈推下针来 这老妹呢 名叫求秀 将人救下岸之后啊 炎烈使一个劲道谢 可一瞅着水灵人的模样 里面哈喇都快煮来了 突然求秀就被人掳走 来人正是李公公他们 求秀受到惊吓 很快将鱼尾巴变成双脚 可怕众人看傻眼了 赵瑟尔想起了什么 传闻教人靠浇猪活命 吃一口就能重生血肉 李公公乐坏了 啊还愣毛先 哪个老子杀了呀 炎烈能约一吗 一个闪现挡住了攻击 护住了球球 若不是此女相救 我当早被恶龙吃了 正说着独眼龙发现 这螃蟹 咱说哎呦吃的呢 刚拿到手 研究来着 突然这螃蟹肚子张开 下秒吸在了对方脸上 随后蹦的没两下 直接反过了剧组 李公公听到啊 此物乃鬼面蟹 这传门都是真地啊 刚要接着说 成千上万个鬼面蟹组团来了 众人吓坏了 二话不说 拔腿就跑了 对方速度也不慢 这里边肯定有更恐怖的东西 突然有人发现了什么 众人赶过去后 发现了究竟是蛟龙的爪印 想必的王不堵的 就住在深处 一哥们吓大喊回家 但下秒就被一枪毙了啊 李公公拿出圣旨 奉天成运 皇帝赵玉 禁闻彭来 仙岛有不老权 特别你们将其取回宫内啊 小圈挺后纳闷的 你们在这扯这么堵的 这个阿子只有生命之水啊 如今他被蛟龙霸占走了 此话一出 公公击眼了 别站着毛坑不拉屎了 好歹严厉及时阻拦 你咱们有枪 显得你了 我亲眼看他降服蛟龙 你杀他等于杀了自己 球就显摸了啊 老娘一唱歌 那恶龙就不敢靠近我 你不知道有枪 你牛气个啥玩意啊 事后大伙继续上路 从球球口中得知 自己全族被蛟龙所害 只剩下自己一个多秒 听他这么一说往事啊 严厉也陷入了回忆中 当年自己奉命查案 就连孩童都没有放过 你说一群单身狗 我看他俩秀恩爱 那赵四一几年 准备把他宰了 李公公笑了啊 你把主角杀了 电影还拍个卵呢 我拍啊 很快他们来到了丛林深处 突然一坨白色液体 挡住了他们去路 赵四纳闷的 这难不成是鸭的人参果 传门吃一口 度活几百年 度主我在这边发财了呀 刚打算前去开吃 突然蛟龙从里边 刺完了出来 也不知道你跑陆地 溜的个什么玩意 蛟龙出场 他指定得嘚瑟两下 随口便将一哥们啃瞎巴了 众人拔剑设计 可压根没有卵用 反被一尾巴扫住了八百两元 好在严厉看到个山洞 招呼大家赶快逃离 这李公公猴经猴经 哪得愿意啊 甩出一枪子 准备拉个垫背的 以免被对方追上 取了性命 眼看恶龙步步紧逼 求求用最后一次力气 飙出了一段海豚音 虽然阻挠了这蛟龙 但自己却口吐鲜血 严厉怕他丢了性命 趁对方不清醒 谁抱着老门就撒牙子跑 并顺利躲入了山洞中 骄龙眼瞅进不去 也不打算在这耗了 一上头接走了 还没安身几分钟 赵四开始嚷嚷了 你严不会对畜生动情了吧 严那听了能怨一骂 二话不住开始甩大招 你一下我一下 打得是天翻地覆 李公公见庄也不慌 一个枪子甩出去 严大人 你为一交人 三万五次忤逆本座 难不成想违看黄命 说完给了赵四一枪 也不知道啥操作 记得主子不发话 你吓人少压的插嘴 突然洞口窜入一堆野人 磕巴大伙下火运了 正纳闷啥情况时 球球说了几句鸟语 对方一听也跟着回复 当看到他的鱼尾巴 二话不说往那一跪 SGG巴结咕哒 也不知道说啥意思 世话要邀请他们撮一顿 见到吃的时候 那乐得这哈喇子出来了 严练纳闷的 老闷啊 这你娘家咋的呀 球球得死了 妈咪曾说 岛上有群花灭族 他们是交人为神灵 负责守护生命之水 虽然已被蛟龙霸展 但他们答应明早 带我们去找生命之水 那你说既然来了 那不得乐呵一下吗 那又是跳舞 又是打鼓 夜神火整体丰富啊 李公公是喝得烂醉 满脑的兜儿 长生不老 外面看着挺热闹 严练则开始泡起了牛 从球球口中得知 自己族人全被蛟龙所害 唯独自己幸存了下来 这话让严练想起了什么 当年 他奉命斩杀王太为一家 当时还有个孩子在场 可惜仍成了刀下盲魂 虽然自己不是有意为之 但毕竟结果摆在了眼前 聊着聊着 二人喝而蒙也开始上头 你说这素不相识 这好吃好喝的 那那群野人 没点心思吗 族长强行捆绑了来福 随后开始大开刹戒 李公公由手下护驾 捡回了一条小面 等严烈球球赶来时 野人竟然跑了 幸存者顺着洞口 走进了深处 发现他们正举行的某种祭祀 而供奉的人正是来福 此时严烈才反应了过来 这群人竟然转行 崇拜了蛟龙 球球突然打断 传闻岛上有块月牙石 里面装的就是生命之水 严瞅来福快完堵到了 沿着一个猛子 突然就二话不如开始甩大招吧 但对方是人多势众 很快就败下阵来 球球想去营救 却遭到阻拦 就在野人准备把他处死 突然一撑龙爷 翔车四方 下一秒 人群就四处逃算 原来这一切是球就发出的 李公公笑道 没想到这娘们还会异音 快给我放个大 别急啊 言大人 只要骄人帮我斩杀蛟龙 我定会把他放了 本宫之所以留你性命 是因为我知道 他会为你再次发声 祝我斩杀蛟龙夺回神拳 你就在这乖乖当诱饵吧 说完遍推到了时候 你说都整差不多了 这蛟龙能不出来抢个戏吗 跟你们你就瞎晃有 爸爸你也不刷牙 也不知道这是牛逼啥玩意的 这李公公威胁的唱歌 虽然遭到眼里阻拦 但都这结果眼 只能是就他为主 即使喉咙承受不住 可非在爱呢 安管这些 好在蛟龙成功 振晕了过去 这赵瑟儿脑蛙子也不赖 知道扔哪雷打辅助 本想着万事大劫 不了蛟龙 哎毛事没有 直接把他给撕碎吧 李公公眼瞅瞅瞅瞅 唱不出歌 一心眼甩着一枪子 那眼里也指定不愿意的 情急之下 竟然正开了承索 准备把那女儿宰了 李公公见状想开枪 谁知关键时刻 没了子弹 吓得赶紧拿另牌威胁 那人老哥管他大爷的吗 一刀皮上去 把他胳膊给砍废了 刚想斩尽杀绝不了蛟龙 再次展现 眼里扭头发现 一旁有着冲天炮 立马招回来 俯捡炮弹 随后开始引开恶龙 等来到大炮跟前时 在交锋的一刹那 炮弹发射成功 把他弄死了过去 而生命之术也彻底解封 此时炎烈也身受重伤 把乔治给心腾坏了 李公公一见泉水来进来 立马伸手开始接 喝完后 只见断臂重生 不光头过变黑 命根都回来了 可以说瞬间 护一副的男人身 激动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苍点有眼 咋家终于能找妹子了 刚想着接着离开 突然手臂开始哭嘴 原来长生不老 只陷在石窟的 伴随着李公公的消失 小岛也塌陷在海内 求求为救炎烈 将交注传送给他 但自己却闭上了双眼 转眼十年过去了 炎烈并没有返回朝廷 而是在此和来福隐居 希望有朝一日 能等到心爱之人回来 电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简单聊聊 虽然是网剧 但电影的思路 还是比较清晰的 剧情方面也不是很拖沓 但要说到演技 那属实是不咋地 尤其是这个求救 看到你妈干个挨都犯了 整天卖个萌啊 这带子进组了是咋的 相对之下 李公公倒挺像个太监 特效方面呢 虽说不是很细腻 但在同等影片中 刻画的也还算凑合了 电影结局也十分感动 为了心爱之人 苦守东海 可见炎烈痴情到了什么程度 总之多的也就不说啥了 如果有一天 你得到了生命之水 你最想让谁喝下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小Q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精彩电影 可以在下方评论 喜欢记得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